我們都知道最近很熱很熱 在台灣很多的小牆 我看到會嚇死了 結果你德國也太厲害了吧 你給我搞一個所謂的間諜小牆 照顧我看著我嚇壞 這個畫面受不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德國 他最新的一個主角鬥公司 我跟你講他籌資拿到高達120億美金 所以他不是跟你開玩笑 他說未來呢 我們要發展一種叫做間諜小牆的東西 但是我跟你講你一定有說 他是要把外型打造成像小牆 像這種很高科技的 然後在那邊爬來爬去對不對 No 不是 是嗎 我再講一次 他有用真的小牆 我聽到我都Kick M回了 他說我們現在已經研發出一種系統 首先在小牆體內植入攝影機 還有神經刺激器 換言之他是可以控制這些小牆怎麼走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畫面 等於他在戰場上一個士兵拿到一個箱子 本來你以為是什麼最高機面 結果箱子打開之後 倒在地板上 全部都是小牆 都小牆 打出來一群小牆 然後他跟你講說他可以幹嘛 他可以偵查 他可以徵收 而且可以完成個別操作任務 還有什麼 我看到這個我最害怕了 這個我害怕自己了 可以群體協作 不是太嚇人了 我看到一兩隻小牆我已經快嚇死了 你如果用群體操作 仗都不用打了 我先跑了 對照額 你想想看 我們之前說無人記憶這個叫什麼群 叫瘋群對不對 對 那叫間諜小牆這個叫什麼群嗎 叫狼群 你知道為什麼 蟑螂的狼 OK 不是那個狼 OK 狼群 可以狼群作戰 真的喔 我們講狼群出生 寸草不生 你看喔 他就可以在管線裡面 你想想看 很多人都要問喔 我跟你講我根本其實不用解釋了 因為他會說那小牆 這間諜小牆可以到達哪裡 沒有 所有地方小牆都可以到 好不好 你不用懷疑因為他是活的 他是生化小牆 而且小牆你踩了之後呢 他也不會死 他還會繼續爬 你把頭割斷之後 他還會繼續爬 所以你看多麼好的一個載體 那他可以到管線呢 到建築物徵收啊 包括甚至呢 把他大批的 這個畫面很可怕 砰 撒到比如說我數以百計 丟到救災現場對不對 然後救災現場就會爬 爬之後他就看到八千受難者 而且你知道受難者他還可以確認 確認他有沒有呼吸心跳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正常人如果躺在那邊 看到一隻小牆爬到自己眼前那邊 嚇死了 絕對馬上跳起來 他如果真的我們講人沒了對不對 那可能就不會有反應 而且他還可以把這些受難者的訊息 第一時間 因為他每個都是生化小牆嘛 你看到喔 這個尋到受難者的時候 他是用他的觸角去碰他的手 就可以知道他的身體狀況 對 這才 你講的才是正經的 我剛剛是開玩笑 他可以感測他的心跳之類的 就是去看一下 看我厲害 因為他還有畫面嘛 而且他每個都有location啊 你看數以百計耶 而且撵過也不怕 OK 然後還會飛 然後你看所以他們就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在叫這個救難人員協助出動 我是比較擔心這些救難人員 看到現場畫面的一個安危性啊 因為像我的話可能密集恐懼者就嚇死了 但是喔 對比這個德國的這種 獨角獸高科技 中國這個就真的是甜兵 為什麼 他說我要打造無人機蚊子 只有1.3公分 然後0.3公分非常輕 可以潛入到各種的室內 然後他就把他拿出來給你看 你看 就這樣 咕咕一支 就這樣而已 非常有效 但我跟你講根本就一點作用都沒有 中國人瘋了 為什麼呢 0.3公克喔 趙偶爾我請問一下啊 如果我電風扇喔 比如說像我們攝影棚 有人機機嘛 他現在要去徵收誰 比如說徵收正風嘛 對不對 他剛好那個在風口嘛 飛過去砰 馬上就被吹走了 根本就做什麼用都沒有 所以你想想看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真正實用是什麼 是大大的嘛 因為烏克蘭有用給你看過 這大概是所以我們講最低限度 他重量大概是1.3公斤 叫做黑色大黃蜂 他就是說在烏爾戰戰場裡面呢 他真的可以拿來使用 因為你如果敵軍在徵收的時候 50公尺外 空曠的原野 你是沒有辦法發現他 如果是在這種我們講近距離近郊的狀況下 有一些城鎮啊 有一些我們講的堡壘啊 20公尺才發現他 所以他其實這個東西作用很大 那他的功能是幹嘛呢 他就是真的是拿來做徵收 而且他可以做我們講AI的辨識 比如說紅色的這個點點呢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 他通過這個小螢幕Monitor 就可以知道說 哪裡有人 哪裡幹嘛 所以他可以進行我們講 3D立體的這種協同作戰 而且他重量呢 我們講的確實是比較輕 大概我們講1.3公斤整套設備 然後他實體這個時機 只要我們講18公克 續航力高達25分鐘 而且這麼小一個 就可以穿梭在戰場裡面 對 他整套設備 為什麼我說1.3公斤 等於說可以隨時拿著 像啞鈴一樣拿在手上走 而且他的本機只有18公克 但是我跟你講照顧 這已經是極限了啦 極限了 你再小喔 那個真的是沒有辦法使用 你知道中國那什麼用蚊子 而且蚊子你不知道吸仇恨值最高嗎 看到蚊子就想打下去 你每一盤都被人家打掉 一個電玩拍就解決你了 所以你看看 其實在烏爾已經真的在實際用途這些 而當我們講的 所謂的科技越來越前導發展的時候 人的腦洞也會大開